中共组合全无效 国际政坛出席台湾520 现实上最强阵容 K博士下战书 请来会说中文杨博主论战 两粉红怂了 美国务院对张展示连发声 促即刻停止监视恐吓记者 众院自由党团 纽约法院挺川 川普提与拜登福克斯辩论 密西根小镇抵制中企 设计设厂多周先拒绝华人买房潮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北美新闻 我是奥雪 今天是美东时间5月17号星期五 一起来看这期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华民国准总统赖清德 准副总统肖美琴 5月20日将上任 中华民国外交部今天17号表示 宣布参加第16任总统 及副总统就职典礼的外国政要 已经有73个团 近700人 与此同时 中军海空绕台施压日增 近日更大动作出动军机 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美国则表示 将加倍支持台湾防御 有分析指 料中共始组和权 台湾520前 国际政治的焦点是台湾520 中华民国外交部今天发布新闻稿指出 外交部统计自1月13日至就职典礼期间 总计有73个访团687人来台向总统及副总统当选人表达祝贺之意 包含22团179人 于就职典礼前来祝贺 另有51团508位外宾将于5月20日参加就职典礼及相关活动 中华民国外交部说 来台参加就职典礼的邦交国访宾中 即有元首团8团 副元首团1团 外长团1团 及特使团2团 包括教廷巡礼指派的特使 此外 飞崩交国来贺访宾有 美国 加拿大及新加坡等庆贺团 以及欧洲议会友台小组议员 英国 日本 澳洲 韩国等国的国会议员等 台湾外交部表示 来台致贺外宾将出席5月19日晚间总统国宴 以及外交部在台北宾馆举行的欢迎酒会 以及20日晚间在台南福尔摩沙游艇酒店举行的国宴 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及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 也将分批会见各国庆贺团 在国际政坛出现520前所未有的赴台大潮之时 共军海空绕台施压也与日俱增 近日更大动作出动五一军机和军舰 持续在台海周边挑衅 美国联邦参议员外委员会 昨天就军备控制与威慑走向召开听证会 美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及国际安全事务的 次卿詹基斯表示 面对日益强势的中共 美方加倍支持台湾防御 并持续透过投资盟友的自卫能力维系区域稳定 他于证词中表示 美方将持续升高对中共的外交压力 以提高其核武库的透明度 并促使中国与美国进行建设性合作 推进具体措施 减少意外升级或冲突的风险 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嘉龙日前分析 一个微妙的现象出现了 过去三个月来 国际政治当中的大国博弈 其实不断制造出来的效果 不断堆叠上去 最后出现的高潮居然是520效应 也就是在台湾 他推断 2024年上半年 就是国际政治的主轴 就是520效应 从6月开始 国际政治下半年的主轴 就是11月5号的美国大选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前一段时间 被英国钢琴家布莱登 称为中共发言人的 杨粉红克鲁斯蒂 因挑衅过头 被仗义民众打 被警察武力驾出火车站 最近布莱登发出战书 约他到伦敦的圣潘克拉斯 火车站钢琴前 就中共和中国的议题 进行直播辩论 英钢琴家特意请来了 会说流利中文的杨博主克星 结果杨粉红怂了 5月16日 布莱登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给克鲁斯蒂的紧急公开信 别名约翰霍桥 请于5月17日 星期五下午12点30分 到钢琴演奏厅 参加关于中国 和中国共产党议题的辩论 即时 将有一位曼达林发言人 与你辩论 如果你不来 我们就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懦夫 这将成为公开记录 5月17日 星期五中午12点半 布莱登来到伦敦的 圣潘克拉斯火车站钢琴前 开始了直播 被邀请的中国通杨博主 和他的摄影师如约前来 并兴致勃勃的 准备来一场辩论 现场已经有很多反共人士 举好反对中共的标语站好 用布莱登的话讲 三个等着克鲁斯蒂的家伙 钢琴现场直播 气场强大 这位杨博主中文好的不得了 结果直播一直开着 就是不见杨粉红克鲁斯蒂的身影 布莱登在社交平台上写道 克鲁斯蒂今天没有参加 关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辩论 我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们纷纷大赞回应 干得好 太酷了 我一点都不惊讶 共产党就是这样 你跟他动真格的 他就装孙子 小粉红们真是开了个好头 非常感谢 K博士 太酷了 也有的网友回应 需要中共中央批准收费 他不从中共那里拿到钱 是不会露面的 他可能还没有收到 中共上次给他的费用 这里指的是上次杨粉红被打 并被拖出火车站 中共应该非常非常不高兴 实际上我现在有点担心他的安全 不过虽然克鲁斯蒂没来 但是杨博主并不想白来 他仍然利用镜头 用非常流利的中文 对克鲁斯蒂喊话辩论 说他胆小鬼 并揭露了什么是共产党 根据钢琴家透露 最近关于杨粉红 克鲁斯蒂的信息越来越多 克鲁斯蒂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口音标准在北京长大 据报道 他的童年很艰难 这不足为奇 几年前有人在SQAT见过他 令人惊讶的是 他当时是反中共的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 他是中共通过中国驻伦敦大使馆 收买的一名低级挑衅者 他没有任何社交媒体 为什么要用手机详细记录一切 他可能是把录像交给了 付给他钱的人 其他消息来源称 他是一个加拿大信托基金的孩子 因为吸毒被赶出了中国 目前正与父母打官司 布莱登曾爆料说 自从钢琴门事件之后 他与情报机构的某个部门 一直在保持联系 他们对他处理中共事务 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钢琴家最后说了一句 剧情愈演愈烈 5月13日是报道武汉疫情的 中国公民记者张展 服刑四年期满释放的日子 但据美国之音报道 他不但没有被放出来 甚至关心他的朋友 都不能和其家人一起去接他出狱 外界无人知道他的确切下落 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 表达了对此案的关切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 5月16日在声明中说 美国对他被任意拘留 及当局对他的虐待问题 以再表达严重关切 我们重申中国应尊重张展的人权 立即停止对他和所有中国记者 所面临的限制措施 包括监视审查骚扰和恐吓 声明强调 中国的记者应该能够安全并自由的报道 张展是一名律师出身的公民记者 当年40岁 在疫情疯狂蔓延的2020年5月 他前往武汉报道新冠疫情初期的情况 之后就遭到拘留 他的视频和社交媒体帖子 使人们关注到当时中国政府 压制有关疫情蔓延的信息 以及实施的严厉封锁 2020年12月 他被上海浦东人民法院 以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 入狱初期 张展坚持绝食抗争 健康恶化制一度病危 由于张展的报道 使外界得知了中国的疫情 而致力维护全球记者权益的 无国界记者组织 曾将2021年度新闻自由勇气奖 颁发给张展 以表彰他在新冠疫情初期 不顾中国当局的威胁 通过社媒直播武汉疫情 并赞扬他的报道 是当时外界了解武汉疫情的 一个主要的独立消息来源 上海维权人士沈彦秋 本星期向美国之音表示 上海国保警察 不仅禁止他去接张展出狱 还警告他不准接受媒体采访 使他原本答应陪张展母亲 去接人的计划现被迫取消 据称张展的家人和朋友 皆承受来自当局的巨大压力 无国界记者组织 驻台北倡议专员白奥兰表示 他非常担心张展无法真正出狱 媒体于星期二和星期三 接连拨打上海女子监狱的电话 都未能接通 张展的一名前律师 对英国《卫报》表示 张展可能已被迫带去度假 这是中共警方进行有人陪同的行程 以对其进行监视的违反说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星期一拒绝置评张展的是 据5月初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 2024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3位 关押记者人数居全球第一 高达119名 包括10个香港记者 有网友感慨的说 这个烂国只要一个人遭遇了不幸 他不但得不到公证 还会就此被共匪盯上 逢年过节就会来骚扰你 关照你 到了北京的 三天两头一小打 隔三差五一大打 不要说那些放过誓的了 真的是官逼民反 还有人说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公布共产党高官 在美国以及海外的资产 立马就怂了 美国众议院自由核心小组 又称自由党团成员 5月16日 站在曼哈顿刑事法庭外 表达了对前总统川普的支持 他们认为 这起审判是场骗局 目的是阻碍川普竞选 保守派党团的主席鲍勃·古德 以及众议员马特·盖茨 拉尔夫·诺曼 安迪·比格斯 安娜·保利娜·卢娜 安迪·奥格斯 劳伦·伯伯特 伊莱·克兰 戴安娜 哈善·巴格 和麦克尔·盖斯特 都来了 而非党团成员的 众议员 麦克尔·瓦尔兹 也来了 他们在法院外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据时评人杰森分析 在纽约州 与人签保密协议 是合法的前提之下 川普遭过期的封口费指控 应该费用发生在2015年 早就过了5年的追溯期 却还被控把封口费记录为律师费等伪造商业记录等34项指控 而婚外情虽然不道德 但在纽约的法律并不犯法 所以本案的重点是在伪造文书 但这只能算是轻罪 所以起诉方必须证明川普因此做了逃漏税 或挪用政治捐款等情节重大的 才能将它算作重罪 而封口费案的审判于4月15日开始 目前已进入第5周 而案子多停留在艳星丹尼尔斯对当晚的无人可证实的情色细节的描述 这据杰森分析 有明显影响陪审团判断的成分 让他们厌恶川普 而这将影响他们对川普的判决 起诉川普的检察官也努力成 这笔款项是对川普竞选活动的秘密捐款 因此违反了联邦和州的法律 古德说这次审判是民主党不惜代价 试图操纵或窃取另一次选举 他们曾在2020年试图这样做 他们试图将被提名人从选票上除名 试图阻止被提名人参加竞选活动 试图在经济上毁掉被提名人 我们今天就看到了这一点 盖茨说完全是无厘头 他们不得不把一堆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黏在一起 尽管官司缠身 川普的支持度还是很高 在五个关键摇摆州的民调都告出拜登 而且拜登和川普也同意于6月27日晚上9点在CNN上辩论 9月10日在ABC上做第二次辩论 而川普还希望拜登接受与他在10月2日于福克斯新闻上辩论 而昨天16号川普已在接受TMJ4采访时表示 可能会在7月15日于密尔沃基举行的美国共和党大会上才宣布副总统人选 今天副总统贺锦丽则表示 愿意在7月23日或8月13日与前总统川普选择的副总统人选进行辩论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川普的竞选团队是否会接受关于副总统竞选辩论的时间 美国近期掀起抵制中国的潮流 密西根州格林镇抵制中国企业在哪设厂的计划 而美国各州也掀起拒绝华人买房潮 根据美国最新的民调 美国有80%以上的民众对中国有恶感 根据美国之音中文网今日的报道 中国电动车电池制造商国宣企图在密西根州格林镇设厂 然而居民对此强烈反对 镇政府近期召开的大会上 居民向镇长表示 国宣设厂很可能会对环境造成恶劣影响 居民指出 中国企业大多都与中共抱持强烈联系 企业相关人员也往往从事间谍活动 他们对此抱持担忧 不过也有一些民众支持国宣投资设厂 他们主张这能提高当地生活水平 让百姓生活品质上升 除了密西根州外 美国其他州也兴起抵制华人浪潮 X帐号小静残雪说 因佛罗里达的立法者 将在美华人视为内鬼 所以全美30多州的房主们 纷纷拒绝向华人授房 小静残雪补充 有位在美中国女子购房成交前 就被政府勒令停止交易 显示美国对中国人的警惕 这期的北美新闻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teşekkür ederim 感谢观看